脸上挂着下坐的直挺挺 高雄市消防局搜救犬Roger 这回来当掌器官 跟着好多毛孩一起搭上邮轮 狗抱妈都帮毛孩们精心打扮 这次不只能落地直接搭乘 还能大打方方的坐在座椅上 难得的体验毛爸妈们不停的拍照 座位上要拍 甲板上也要来个好几张 有毛孩好奇的一路都往窗外看 这是高雄市动保处举办的毛孩 熬运圣火传递活动 让毛选手们搭船寻港 灵感就是来自这一场 2024巴黎奥运会上的开幕式 选手们赛纳和尚渡船进场 而高雄市这一次活动的亮脸之一 就是4月份在花莲大地之中 立下大功的高雄市消防局 搜救犬Roger 退役前特别来担任选手代表队的掌器官 而现场又在重现了这一幕 把麦克风当玩具一转头 就是咬下去 让领选员都来不及反应 只能说Roger真的懂假惊 华氏新闻抽屈品鼠南高雄报道 OK Hello 我是蒋新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